好 對 走走 這段結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這段結我也進去講 如果我也進去講 那就太累了 對啊 所以就算是結果 你都不會可以 對啊 我已經出到第十一章了 對啊 那是KR那個幹嘛 對 你說 而且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覺得說 進去講是 每一個 每一屆評審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你今天喜歡這個明天喜歡 誰能保證說 你會有機會拿到獎 所以 還是保持著平常心 去在乎那個獎沒有意義 就是說 當然那個獎是一種肯定 對做音樂的人 哦 同樣的音樂人 他對你的東西 對你寫的作品 或對你唱的歌 他們會喜歡 那當然是一種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 如果做音樂的初衷 是為了這個 那就慘 現在有很多人 是為了這個 沒有錯 很多唱片 大家都 大家都為了這個 但是 例如說 好像有一些人 拿到歌王 或拿到歌后 可是 在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 可能有一些商言 然後什麼的 可能不一定有什麼 太大的進步 就是 它只是一個名 但是 實際上是 你的歌 你的音樂 要感動別人 你才有辦法 人家才會找你去說 你要這樣 你去唱歌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歌 我覺得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 要寫出一個 所有人都能夠認同 或者說 能夠 朗朗上口的歌 其實很少 然後機會不大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都已經習慣 就是 不管是用網路 各式各樣的喜好 而且聽音樂的習慣 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代其實 要有 要有 要寫一個有歌 有名的歌 其實是這樣的 對 所以對你而言 挑戰反而是寫一首 大家能夠拿到 這個 這個倒是比 得到 得獎還要 還要開心 就是你有一首歌 譬如說 好我幫小虎姐寫那個 沒那麼簡單 你有一首歌 可以讓這麼多人 我的 你是我的眼 我的阿嬤也會 可以讓很多人 就是 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 可以唱這個歌 然後因為音樂的 內容故事 被感動了 這樣才是一個 做音樂最大 最想要得到的一個 期望 不然那些獎 我家裡擺那麼多 它只是一個 就是說 它是一個肯定 它不是不好 對 所以你已經 對得獎金 也有什麼 太大的感覺 也不是沒有感覺 就是在那一剎那 就是得獎就是在那一剎那 好 得獎的是 那一剎那 好緊張一下 好 假設是我 開心 不是我 就是恭喜其他人